今年起,这整块工有地属国有财产局 根据里长的了解,中贞新村未来将作为道路拓宽预定地 附近将会兴建大楼,规划商业城,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还可以找到当年云南村特色的 恐怕会是附近这座至今维持一两百户中贞新村云南人定期聚会礼拜的回教清真 对梁里长来说,如何将这座五十年小云南村的情感继续凝聚 成了他这位末代自治会长的责任 不管是搬到哪一个国宅,都有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 以及包括联络的电话号码 我想这样维系一下这五十年来的大家的一份情感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很难得能够维系的 只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维系的工作能维持多久 眷村消失的速度或许比想象更快 几天之内一家一家陆续安留 梁里长的理想是,明年以后当大家各自分散了 能不能至少维持一年一次的团聚 这天里长宣布县政府举办眷村文化节 几个眷村的联合晚会 刚好是大伙搬家前最后一次大聚会了 中贞新村好几个家庭就像过去逢年过节的聚会一样 准备好家常菜,要跟左右邻居一块分享 端出令他们骄傲的云南口味 再穿出家乡传统云南打歌般的鲜艳服装 今晚又将是充满特色的中贞新村 在其他眷村面前出风头的机会 果然,当一道道云南口味加常菜上桌 酸辣香味硬是吸引大家的目光 麻辣嫩切磋厨艺,讨论起彼此准备的食物 老伯伯一碰面就聊起国家大事 这些正是驾过来这里30年的凉排阴里长希望留住的画面